就省很多事 但是饭会出来很足 因为罐头这种半成品 它相对来讲 已经在之前的时候调过很多的鲜吗 王女姐 也不尽然 我觉得有的罐头还是能很好 虽然它的营养素 在加工的过程当中 会有一部分的流失 副菜切好了 然后小干椒 对 我们先把配料准备好 那准备好之后 我们这个豆芽 就可以放到锅里去煮熟它 哎呀 煮它 煮熟 这道菜是汤水菜吗 不不不 炒的 就和炒菜一样 然后我们只取这个里面的芽 这个汤你千万不要把它丢掉 它是非常好的一个调语品 一种鲜味剂 就是它可以在我们做 龙牙凤尾鱼 听起来感觉还有一点点 中国风的色调 对 而且这种搭配也很好 像这个鱼当中是含有这种 动物性的蛋白 而这个黄豆大家都知道 是植物蛋白含量特别高 所以它俩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搭档 一个是植物蛋白 或者是动物蛋白 所以现在要补蛋白质的话 要么吃鱼 然后或者是要么吃肉 然后呢 如果要是在植物中获取 就是大豆是很好的方法 豆制品就有这样的蛋白质了 要去扁我们的凤尾鱼 对 这个葱姜下去以后呢 这个再放这个干辣椒 不要让干辣椒炸椒了 干辣椒一变黄 马上就下去这个凤尾鱼 这会儿就炒它 让它这个出这个凤 我们有罐头的味道让它出来 有油的时候它才往外出 我们会看到就是一炒它的时候 那个鱼的表面也滋滋啦啦 这个鱼本来就是经过油炸的 它会也会出来一些油的 其实凤尾鱼 对 然后呢把我们这个煮好的这个豆芽 控控水给它放进来 我们说这个自己发的芽菜 是一种非常健康 非常自然的种烤 因为这个豆芽菜呢 它是干嘛 那我们这个豆芽炒好 炒夏天煮去以后呢 我们刘营给它烧一烧 加点这个盐和糖 一点蚝油一点酱油 这个颜色呢不要太重 颜色太深了不好 但是我发现你今天烧的时间 比普通的素菜要久那么一点点 对 因为这个豆芽呢 其实我们可以快炒的哈 为了它这个黄豆啊 它不容易入味的 嗯 如果一煮一煮它才好入味 然后呢 慢慢烧的话 那个鱼汁啊 它会出来一些 然后呢 还需要再给它稍微打一点 这个水淀粉下去 这个水淀粉也可以让这个味道 包在这个黄豆颗粒的表面 这样会更有味道 然后今天你出锅之前 有用那个韭菜来增鲜 一定要有韭菜 很好的是不是 所以可以盖一下那个 你灌上那种腥味 我觉得怎么看这道菜 怎么适合做